近日,由曾顺熙、陈玉琦、朱旭丹等人主演的新版《一天屠龙记》正在火热更新中,该剧改编自金庸武侠同名小说,尽管已经翻拍过多次,但是各种旧版本的《一天画质》都已经跟不上时代,自然会有新的版本出来将其替代。 虽然在新版刚开播的时候,总是免不了观众们的吐槽,但是导演组即使改正,态度良好,后期剧情也慢慢跟了上来,所以评分也上去了,原著粉还将新版成为最贴合原著的一版,真是莫大的殊荣,想必它也能成为新一代的经典作品了。 在最新剧情中,赵敏和张无忌逃婚,一起寻找谢迅的下落,可是此时少林寺传来要举办图师大会的消息,这才知道,谢迅在少林寺手中,举办图师大会,就是为了能够找出一个武功高强之人来处置谢迅,毕竟谢迅得罪的人太多,交给谁也都不合适,只能以武取胜。 在图师大会上,张无忌难免对上了周芷若,他还在因为当日逃婚而愧疚,故而对周芷若频频放水,周芷若成为最终胜者,在大战三度时,他因为心思不纯被黄山女击败,并且告诉他,他所练的九阴真经练错了,这个事实让周芷若崩溃,他最终发现自己的功力都没有了,陷入封边,最后失去了所有的记忆。 周芷若和宋青叔成为普通夫妻,张无忌和赵敏,在街头偶遇周宋二人时,周芷若对张无忌一点印象也。 没有,还问宋青叔他们二人是不是自己的朋友,这个问题令人尴尬,但是在告别的时候,周芷若对赵敏说,你们很般配。 这五个字,令赵敏诧异之余更多的是开心,他转过身自己偷偷笑了。